大家好,我們今天要講的是102年學測自然科第十九題 下面哪一項化學反應一定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下面五個選項,在選擇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氧化還原反應是什麼 氧化還原在這邊 這邊有兩個原子分別是A原子跟B原子 A原子有它的架電子 對,架電子在旁邊,還有一個B原子 那它們兩個出現代表什麼呢?代表它們可能會產生間解 也就是它們會化合成一個化合物 那怎麼化合呢?這個地方就... 這個地方就...不多做贅述啦 怎麼化合?像這樣 好,接上去之後,它們兩個就化合成AB這個分子 那這時候呢,如果我們A跟B呢,它們的墊附度是不一樣的 就是對電子的吸引力如果是不一樣的話,那電子就會比較傾向某一邊 在這邊我們假設我們的電子比較靠...B這邊 B對電子吸引力比較強化 那間接之後我A的電子呢,就會慢慢的被B拉過去 最後這個電子就會跑到靠近B的位置 對,它會跑到這邊來 那這個過程呢,有電子轉移 那我們的氧化數也有變化 那我們的氧化數變化怎麼看呢? 我們原本呢,有架電子的時候它是0架 那我們後來反應之後呢 變成了我們的... 失去一個電子,變成1架 那我們的B原子呢,它原本是0架 後來呢,變成了1架 那這樣子...這個過程,我們就把它叫做氧化還原反應 來 好,我們回來看我們剛剛的A A發生什麼事呢? 我的電子跑走了,我失去了電子 那失去電子呢,我們就把它叫做氧化 那B原子呢,在A原子失去電子之後被B原子拉過來了 B原子得到電子,這就叫做還原 好,那氧化還原定義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你覺得有點...還是沒有搞懂的話 那... 來,這邊有一個帥哥,有錢的帥哥 還有一個小妞,一個漂亮的小妞 漂亮,好啦,算漂亮啦 那...這邊有一個小哥跟一個小妞 那他們兩個同時出現了 他們會越走越近越來越近 最後呢,他們會在一起 對,他們在一起之後呢 那過的事情就發生了 帥哥呢,他的財產就這樣慢慢慢慢的跑到了小妞旁邊 他當然是欲哭無淚啦 但是...沒辦法,既然在一起了那也只好交出去啦 好,這個過程呢,就跟剛剛那個過程有點像 我們剛剛那個過程呢 來,帥哥 發生什麼事? 失去電子,也就是失去他的財產 失去財產呢,我們就稱他叫做氧化 那...小妞呢 得到一個帥哥,然後得到他的財產 這就叫做還原 好,那這個過程一定是同時發生的啦 就是...我有氧化就會有還原的發生 有人失去電子就有人會得到電子 那這是氧化還原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喔 那不要忘記喔 我們前面還有說氧化素上的變化 也代表它是氧化還原反應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回來看我們的題目 好,下鏈哪一種化學反應一定屬於氧化還原反應喔 好,在這邊我們可以先確定兩個東西 我們的C選項跟我們的豬選項 這兩個一定是錯的 因為這兩個絕對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你說為什麼? 因為我的... 酸鹼反應呢就是我的酸加鹼 等於鹽加水 那它過程中呢 酸加鹼跟鹽加水他們最後的係數都不會變 那直接做個假設嘛 我們的酸,酸可以這樣表示啊 然後加我們的鹼 就是這樣 那會等於我們的鹽加水 那我們直接來看嘛 這邊是一架 然後這邊是負二架 然後是正一架 那移過來之後我們的青材是正一架 氧還是負二架 那鹽也是一樣 他們的氧化素是不會有變化的 那沉澱反應從某個角度來講呢 其實它就跟酸鹼反應是一樣的 沉澱就是不太溶於水的鹽 所以沉澱反應跟酸鹼反應 其實都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那A跟P選項 你說是不是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因為他們其實包含了很多種反應 結合反應跟分解反應 他們其實有一些有氧化還原 但有一些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選一個比較適合選項 然後我們會選答案E 因為有元素物質參與的反應代表什麼呢 我們元素物質 假設元素物質長這樣 那元素它的氧化素必定是零架 這是我們定義的 就是我們元素態是零架 那如果參與反應的話 元素跟元素反應 元素跟元素反應 會產生我們的化合物 那兩種不同的東西 他們就會對電子細膩就不一樣了 那兩個不同的人他們對錢的需求成功 當然也是不一樣 那這種時候我們結合之後呢 哪一個比較需要的錢就會拉誰 就會拉另外一個人的電子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我們只要有元素參與反應的話 那我們就一定是氧化還原反應 因為我們只要產生間結 那有電腹度差 我們就會電子就會跑到 對電子比較有吸引力的那個位置 那你說如果它沒有就是 我零架零架加在起來是零架零架 零架零架加在起來是零架零架 那就是元素自己跟自己反應 但元素不會自己跟自己反應 如果我們要反應當然是不一樣的東西 反應跟不一樣 你說親戚跟親戚反應 親戚跟親戚反應 親戚跟親戚反應 那變成什麼 它變成兩個親戚 它沒有氧化素變化啊 它們沒有氧化素變化 它們都是零架 從頭到尾就是零架 但這個就不算 這沒有反應啊 它根本沒有發生任何反應 所以呢 我們的元素 原本零架跟其他元素 參與反應 或者跟其他化物參與反應 這過程中 我們的元素不再是元素之後 它的氧化素就會變化 這代表什麼 就代表我們的氧化還原 是有發生的 那在這邊我們選項 就可以選我們答案1 那A跟B是不確定的 就是不一定說它一定是氧化還原反應 但是1選項的話 怎麼說一定是氧化還原反應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答案1 OK 那你答對了嗎 那接下來我們就提到我們相關的考題重點 呃 氧化還原的部分 這邊會提到我們氧化還原的定義 還有它的特色跟氧化數的計算 我們剛剛就稍微跟大家講氧化還原的定義是什麼 啊我們失去了財產失去了電子 這我們就叫做氧化 那我們得到財產得到電子 就叫做還原 那它的特性有哪些 那我們剛剛算的氧化數啊 0啊正1負1 那是怎麼來的 要怎麼算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點下這個選項 我們一起去看吧 好 那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